丁汝昌是清末汉族人 甲武海战著名将领 丁汝昌简介中提到他自幼家境贫苦 年少加入太平军 因太平军势头去 后又加入清军 被迫镇压太平军 随后被李鸿章提拔为北洋水军提督 与日军进行激烈的海战 丁汝昌做事诚恳 为人忠厚 李鸿章对他赞许颇多 后英朝中好多人向光绪敬言 称他无心指挥战争 光绪多次想罢免他的职位 多亏李鸿章向光绪上书 表示丁汝昌是忠厚的人 才保住他的提督地位 随后 其又被清政府调至黄海 去对抗强大的日本海军 据丁汝昌简介中记载 一次大战之中 因清政府指挥混乱 其带领的北洋舰队 与日舰一路作战 一路败退 但是他心存不甘 却无力改变现状 被日舰围攻 虽然弹尽粮绝 但士气高涨 多次突围 因日军装备先进 被多次击退 最后兵败 损失巨大 丁汝昌的舰队 被调往内海进行修理 他也将面临审判 他却不以为然 仍然为海防所担心 日军劝其投降 也被回绝 他决心抵抗到底 与日军在流攻岛 进行死战 日舰众多 又装备先进 他不断用远炮打击 但作用不大 日军夜间偷袭 不断用鱼雷进攻 丁汝昌的部队损失惨重 再次兵败 日军再次劝其投降 再次被丁汝昌回绝 但是兵败如山倒 这次他已无力回天 丁汝昌是清末北洋海军总提督 是一名民族英雄 事实于1895年二月 丁汝昌是一位性情忠厚 做事勤勉的将领 却落了个服毒自杀的结局 史学家们对他的死褒贬不一 那么丁汝昌之死 到底是怎样的呢 1985年1月 日军登陆荣城湾 威海卫战役正式爆发 陆战失败 威海失守 之后 丁汝昌在流宫岛上 被日军海陆围攻 开始了壮烈的流宫岛保卫战 丁汝昌之死 由此拉开了序幕 丁汝昌被困于流宫岛 在缺乏弹药 和没有援军的困境中 仍顽强率领士兵 击退日军数十次的进攻 他是一个极其爱国的人 宁死也不肯投降 同时 他又是一个和蔼忠厚的人 在大部分陆军撤离炮台后 岛上人民纷纷来到海军公所 请求丁汝昌给他们一条活路 面对和自己一同奋战的士兵 和岛上的百姓 他不忍心让他们和自己一起死 在这种险恶的情况下 为了让全岛军民有生路 丁汝昌在深夜服下大量鸦片结束生命 以此来挽救全岛军民的命运 丁汝昌之死 在甲午中日战争中 是极其悲凉的一幕 有人说丁汝昌是害怕承担战败的责任 所以自杀 是懦弱 也有人说他自杀 是为了保住全体流攻岛军民的性命 是意 对于丁汝昌之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 但不可否认的是 他是伟大的民族英雄 为保卫祖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值得后人尊敬 怀念 丁汝昌是甲午中日战争中 北洋海军的将领 在流攻岛保卫战中服毒殉国 之后 丁汝昌的罪责被无限放大 成为甲午战败的替罪羊 对于丁汝昌的罪责 人们至今都有很大的争议 人们认为 那些不符合事情的指责 应该被澄清 指责丁汝昌的不实言论 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首先是丁汝昌指挥能力不足 这主要是说 他对海军专业不够了解 组织能力弱 使得北洋海军管理不得当 丁汝昌确实不是出身海军科班 海军知识比不上科班将领 但是丁汝昌的和他们对比 资历最深 作战经验最丰富 战功也是最多的 他足以胜任提督的位置 并且丁汝昌也一直努力学习海军知识 非常熟悉海军事务 然后有人说 丁汝昌懦弱 消极应战 延误战机 这个指责 纯属无中生有 史料记载在甲午战争中 大大小小的战斗 他几乎全部都有参与 黄海战役中 即使他身受创伤 仍要坚持留在甲板上指挥战斗 激励将士 他有很多机会脱离战场 可是他并没有这样做 有时甚至顶着多方的压力 忍辱负重 也要顽强坚守 直到最后服毒殉国 还有人指责丁汝昌投降 是甲午海战中国失败的罪魁祸首 这是满清统治阶层 为了逃避责任 对丁汝昌的污蔑 甚至有人说 他是投降后才自杀的 指责他并不爱国 所幸的是 随着学者们的研究 探索 那些丁汝昌的罪责中虚构的部分 正逐渐被澄清 至今为止 人们对丁汝昌的评价 都存在两个方面 外国人觉得 丁汝昌是爱国人士 认为他为自己的祖国 做出很大的贡献 然而在中国 却有人刻意丑化丁汝昌 世人因此对丁汝昌的评价 出入很大 外国人认为 丁汝昌为国献出生命的行为 很伟大 在甲午战争中 日军想要丁汝昌投降 面对刘宫岛军民 将要全体灭亡的局面 丁汝昌选择了自杀 为士兵和百姓 换回生存下去的希望 这一消息 让外国人感到很吃惊 他们觉得 丁汝昌在拼尽全力以后自杀 这是英勇的行为 日本人对自杀行为 有着很高的崇拜感 他们觉得 当局面不利时 自杀是一种光荣 正义的行为 他们觉得 丁汝昌的行为 很符合军人的作风 颇有大将风范 西方人对丁汝昌的评价中 称他是一位勇士 他们认为 战败并不可耻 丁汝昌能够把这么多的军队协调好 带军英勇抗敌 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事 在中国 却有人认为 他指挥作战的水平不高 畏惧战争 在那些反对丁汝昌的人眼中 丁汝昌是个胆小怕事的人 且贪污严重 私生活奢侈迷烂 在威海卫战争中 他害怕战败被株连九族 拒绝了日本的劝降 还放任自己的部下通敌 在情势的逼迫下 含羞自杀 但是更多的中国人 对丁汝昌的评价是正面的 丁汝昌在海战中英勇抗敌 身负重伤 仍坚持作战的事迹 是任何人都无法抹杀的 好了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